郵輪鑽石公主號爆發武漢肺炎 目前船上的確診人數已經達到355人了 好不幸商台DJ森美的父母也在船上 他透露父母現在在環濱港口接受隔離 連日來都要留在房間裡 不能出去 Wi-Fi又差 好像在坐牢一樣 幸好伙食都算不錯 也有提供口罩 酒精搓手液等的防疫設備 森美又表示乘客按著年齡檢疫 有一部分已經獲准下船 他說幸好父母還未覺得不舒服 希望可以儘快驗出陰性 那就可以快些下船 森美也希望香港政府 儘快將未受感染的乘客帶回來香港 父母回來之後 會要求他們在家自行隔離